台南这家面店的老板从小家境贫苦 母亲身心障碍 他经常有一餐 每一餐还常到面店去设账 钱还不出来就得端盘子 或者进厨房帮忙 虽然很苦 也学乎了一身的好厨艺 退伍之后 他在路边摆摊30年 好不容易攒钱开了店 却遇上疫情 生意差到根本经营不下去 他恐慌焦虑到忧郁症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生命及时出现贵人 让他能够充实国产 充实画笔 也充实自信和快乐 空间舒适 纯色高雅 台南名全路的这间店面 常常让第一次走进来的客人 以为是高档餐厅 但菜单上却台味十足 卖的是大街小巷 常见的面摊品项 正常的印象面店 就是路边摊那样子 所以买意外在那边买面 红烧牛肉面 牛健兴肉质细嫩弹牙 红烧汤头带劲过瘾 是超划算的招牌品项 非常的清爽 不油不腻 现包馄饨扎实饱满 诚意十足 就连阳春面也不阳春 清爽够味 小菜选择完全不输路边摊 或是市场摊味的琳琅满目 但更多了精致细腻 在外面是找不到 这样这种这么舒适的地方 可以吃外层面可以吃乳味 用餐时间老板娘黄澄珍 在柜台招呼客人 从容不迫 淡定优雅 不像一般面摊的节奏 总是紧张快板 因为忙碌的煮面炉台 有三十年经验的师傅 苏承辉作证 让他可以专心在前厂收新台币 清清如水的汤头 有食材精华 最简单的阳春面也不简单 苏承辉的小菜就更有内涵 酱油你用好了 卤什么都好吃 每天都要打心卤 我不喜欢用老卤 担心日积月累 挥发出不健康的成分 苏承辉的卤味锅不用老卤 每天不嫌麻烦 用新鲜诚意换取诱人咸香 浓厚香芋的牛肉面也如法炮制 天天采买新鲜蔬果 一早熬汤 用天然鲜甜取代味精 因此不能放酒 当天煮当天卖 是三十年如一日的职人坚持 陈皮 这个丁香 甘草 大概十味吧 豆瓣酱啊 然后一些甜面酱 去提鲜提味 我们希望煮出来的牛肉面 它没有那么油 然后它能够有一点点果香 汤头有青菜 没庆菜 再加上十三种中药粉末调制的十三香 增添迷魂新香 主角牛肉当然更不马虎 美国牛健鲜半斤半肉 任性适中肉香醇厚 是苏承辉的最爱 台北大概180以上起跳 它才可能又到这个部位 牛健鲜汤汤烫去鞋水杂质 再下滷锅熟成 滷汤材料跟牛肉汤一样 却有必须分到扬镳的美味心法在其中 煮制牛肉的时候 一定要比汤头还要咸 有些牛肉它没有另外滷汁的话 它通常都是跟那个汤头是一样的味道 它吃不出层次感 所以我们的滷牛肉 一定要另外一锅 再来滷汁 细节掌握有一套 苏承辉是百分百的面食高手 年纪刚刚过五十 却已经有四十年的煮面经验 达人之路根本是崎岖的成长之路 家境贫困在台南大林眷村长大 苏承辉国小五年级下课后 就在任势的外省杯杯面摊 帮忙端面擦桌子换得温饱 无二开始接触炉台工作 高职时期已经尽得老贝贝真传 可以在炉台独当一面 打工赚学费 很早就体验吃饭的重要性 因为就会觉得说 吃饭怎么这么的困难 贝贝也对我很好 他一直都让我设账 或者是有时候妈妈一些医药费 他会先给我 也算是贵人 苏承辉当兵时 他的第一位贵人过世 大林眷村也已经拆迁 退伍后要脱贫 要自力更生 他靠着外省杯杯 教他的好手艺 搬到租金便宜的 安南乡下摆路边摊 口碑累积三十年 也成了当地最知名的面食摊 身为唯一的男生 单下抚养双亲 偿还债务的担子 心有余力 在资助四个姐妹念书 路边摊一家 也因此出了两个女博士 成为地方佳话 姐妹们很会读书 苏承辉则有绘画天分 工作之余上网自学素描 最爱画人像当作书压乐趣 作品有模有样 可说是被牛肉面耽误的天才画家 我当时画出他的眼神的时候 他好像也对我满满的关爱 我能够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他把作品贴上绘画社团 受到赞美鼓励 也结交了不少同好 画得更起劲 于是将心中隐藏已久的梦想 付诸行动 他投入养家之余 为数不多的积蓄 把乡下的路边摊 转进台南市区的店面 希望提升传统面店的用餐体验 另一方面也计划 把面店当成是复合式艺朗 让爱画画的素人们 也能展出作品 让自己的心血被欣赏被肯定 我就想说我年纪这么大的 都一直在为家庭付出 一直在这个缴医药费啊什么的 那我在想是不是能够 为我自己做点什么事 圆梦行动冲得很快 他没料想到2021年 台湾遇上新冠疫情爆发 餐饮业寒流直扑而来 生意急动 一天生意最好只有2000元 光复店租的不够 让他的梦想几乎破灭 慌啊 非常慌啊 就害怕了 就被小时候那个梦魇 整个盖过来 所以以前的乐观都不见了 梦名其妙就一直流泪 恐慌焦虑 三个月夜不成眠 引发严重忧郁症 那时苏承辉常常有 轻生的念头 最喜欢的画笔 都没有勇气拿起 快要觉得 那次不要希望 财力体力两头烧 终究有撑不住的时候 在太太的鼓励下 苏承辉把心爱的店面 顶让出去 打算重回安南乡下 从头来过 但有真材实料的人 总是会遇上机会 他获得接手的老板娘赏识 邀请一起合伙当老板 没有多余的金钱入股 那就好好发挥厨艺当本钱 苏承辉感谢生命中 一再出现的贵人 也感谢自己总是不放弃 其勉向儿时的自己 在困境中继续带着希望前进 或许哪一天真的会有转机 你要不要留着一口呼吸 去看看那个努力的成果 他鼓励跟他一样 有忧郁症的人 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人生还有无限可能 经过疫情寒冬 人潮出现了 他的煮面汤锅 也再次热烈沸腾 继续在这里努力 然后希望他能够开出 我想要看的话 被牛肉面耽误的画家 要继续圆梦 左手汤勺 右手画笔 也让客人吃面看话 现实梦想两不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